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坐在公车亭外 玩手机玩到一半 突然一名便衣员警冲上前把手机抢过来 随后其他警力也上前协助压制 原来男子是诈骗集团把封售 带你看一段当时情形 另一名集团车手则是在住家大厅招待 事发在28号上午高雄古山区 警方接获报案 有一名王姓老翁在网路上看到投资广告 误入诈骗集团陷阱 陆续汇款70万人后 最近想提理出来 却迟迟无法出京 他才惊觉被骗 随后老翁和原警合作 利用假钞诱出车手 最后趁着两名嫌犯松懈将人一网打尽 全案一诈骑最嫌以送真办